特殊待遇以及政策豁免 而这其中也包含撤销香港独立关税优惠 以及对大陆官员制裁等等 另外美方也以国安为由 禁止与大陆解放军相关的留学生入境 同时也将审查在美国上市的大陆企业 谈到大陆近期强推港版国安法 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对大陆开窍 川普采取了反制措施包含暂停 具有国安风险的大陆民众入境美国 计划撤销香港独立关税 以及享有的旅游优惠待遇 另外对于危害香港自治的大陆及香港官员 进行制裁等 用反制行动谴责大陆违反 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 而继续会后川普也在加码 将禁止与大陆解放军相关的陆籍留学生 以及研究人员入境美国 同时也会审查在美国上市的大陆企业 因为香港的工厂大部分都设在外地 所以关税的影响应该不大 反而是每天来到领事馆这边办理签证 要到美国读书旅行或是京乡的人 会比较忧虑 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消息一出 美国驻港领事馆外并未出现抗议人潮 但川普这回大动作反制 取消了特殊待遇 遍及引渡条约以及高科技出口管制等 川普面对香港问题不再袖手旁观 而是插手介入 肯定也拉伸了美国与大陆之间的 对立紧张关系 记者综合报道 达为麻烦 保reten